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却可以观赏到独特的景观 水上天窗 还可以和野生动物们亲密接触 体验当地人传统的原生态生活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旅游目的地 凤山 大家好 我是曾路 我现在在的小城叫凤山 这里是一间新花园 您可以看到生态环境非常的好 这里的空气新鲜温润甚至是有点甜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 说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保持呼吸 别断气 在这儿可不难办到 因为在凤山 呼吸是一件让人轻松 甚至是愉悦的事情 凤山县地处广西壮族四指区西北部 这里离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不远 到国际长寿之江八马 也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相比于声名显赫的桂林和八马 凤山的名气虽说不大 但风景却是不同寻常 经验丰富的旅行者来凤山之后 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2010年经过极为苛刻的评选 凤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评为世界地质公园 按照世界地质公园条例的话 一年只能进入两个 就是一个国家 所以的话 目前你看我们国家有29个了 但是事实上 他们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 例如世界地质公园这个行列里面去的 这样稀有的景观 还是值得游客为此专程前往的 在北方已经进入冬季严寒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气候仍然温润的凤山 到了凤山 我听人说这里的山水比桂林还好 看我不信 当地人向我推荐了这里三门海 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真的比桂林好吗 三门海地处凤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地带 离凤山现场30公里 坐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对于普通游客来说 在这里有一个景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别的地方虽然有一些 但是基本上要么你就必须潜水进去 要么的话可能你要爬山 然后带上装备进洞 你才能欣赏得到 可能在这个地方你一下车就可以去了 如果说对于普通游客来讲 是要欣赏到类似的这种叫天窗群的景观 这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张阳海说的就是水上天窗群 这水上天窗群是什么样的景观 里面又有什么奇妙之处呢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获取一谈究竟 要想饱览三门海的美景就一定要坐船进去 今天我特意找了当地的导游小陈 做我的向导 这样能多了解一点这里的奇妙之处 来到三门海的第一印象 就是这里的水极为清澈 虽说前一天刚下过雨 水质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从外地来的游客来说 还是让人相当惊叹 游船在水上仿佛就像漂浮在空气当中 这样的水用温润的翡翠做比喻 一点都不算过分 船往前行 石壁上寿原两个字出现在眼前 原来这里是长寿之乡巴马的母亲河 盘阳河的源头 水是生命之源 这里既然是盘阳河的源头 足见水质之好了 从眼前的洞口开始 就要真正进入三门海了 世界地质专家所说的 独一无二的景观就在前面了 这里是一条地下暗河 洞内漆黑一片 记住手电筒的灯光可以看到 岩壁上都是一些钟鲁石 对于见多识广的游客来说 这也算不上特别惊艳 听向到小陈说 这里是三门海的第一道门 明明是地下暗河 为什么被称作门呢 游船一点点的前行 数十米之后 答案慢慢地显露出来 打开天窗说亮话 应该说的就是这样的天窗话 让你觉得豁然开朗 在地质学上 这里的地貌叫做天窗 丢暗的地下暗河 在山间突然猛出地面 就像是在头顶打开了一扇窗 我想过会很开阔 但我没想到这么开阔 还像在一山谷里面的感觉 如果换一个角度 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天窗接近于圆形 这就是三门海的一号天窗 从一号天窗继续向前 水又重新扭入地下 进入三门海的第二道门 这里比第一道门显得宽敞一些 距离也没有那么长 船慢慢往前滑的时候 看到天上这个天空 像半圆形一样的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和月亮一样 这个第二个天窗有名字吗 有啊 这个叫半夜天窗 半夜天窗 很浪漫啊 确实在这感觉能看到 月亮的那种阴晴圆缺 半个月亮的感觉 出了第二道门 游船就滑进了二号天窗 这里的水是碧绿的 就像是一块翡翠 镶嵌在山谷当中 这也是大自然赐予三门海的宝藏 在天窗当中 游客还可以在不太陡峭的岸边 登上陆地小坐停留 一些游客早已经在这里了 甚至跳起了舞蹈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空气好 水好 三美 每年就是冬季来 然后到夏天再回归 对 到开春了以后 四月份左右 这些游客 有的会在这儿住上十天八天 有一些会住上半年或更长时间 在岸边 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排鱼干 这些游客们早早就支起来的 你偶尔钓上来那个鱼 一般怎么处理 我还没钓着过 还没钓着过呀 是吧 这个年轻人来的时间不长 听人说 这位老先生已经来三门海一年多了 看看他的收获怎么样 上一次钓到鱼是什么时候 太早了 去年十二月 就是今年十二月了 一年能钓上一条鱼 是啊 鱼是很大的 十一丁八两一条鱼 鱼是蛮大 很吸引人 看来在这儿钓鱼的游客 并不在乎是不是能钓得上来鱼 他们更想体验的是一种闲适的心情 重新上船向前 就可以进入三门海的第三道门了 这个洞有什么特点吗 这个洞呢都是很温状态啊 很温馨的一个洞穴 有几度 二十二度 我在这儿洞口就能感受到温度明显比外面要高很多 经过几分钟伸手不见五指的行程 我们进入了三号天窗 一路过来 水流变得越来越深 在第一道门之前只有三四米 进入到第三号天窗时 这里的水足足有八十五米深了 这里的水面不仅像翡翠一样的碧绿 而且听说能喝这个水 尝一口 哇 看着是碧绿 但是摇起来 你看那么清澈 比我平时喝的矿泉水还甜 如果身边有瓶子 还可以装上满满一瓶 把这一份纯净带回家里 在三门海地区 目前已经发现这样的天窗有七个 七个天窗以北斗七星的形状散落在群山之中 现在游客可以乘船登行的只有三个 这里是通向第四个天窗的入口 已经被水淹没了 之前有探险队员从这里 曾经下潜四十米 又横窗二十五米 到达了第四天窗 人们到了这儿都有很多的疑问 比如说这里的水为什么会是青色的 这个水的水源在哪呢 还有这样的地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有很多地质学家到了这儿啊 试图用科学来解释这一切 但到现在众说纷纭 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我觉得如果非要用科学来解释美的话 也许是徒劳的 莫不如静下心来欣赏这里的美景 场地人把山和水放在一起 并称为山水 来表达山与水相呼应的美好意境 在三门海 一条水流在大山中穿行 呼引呼现 山水交融 在这里 或许让人们对山水这个词 有了更新的体验 刚才三门海的景色让我非常震撼 听朋友说啊 凤山的美景远不止这一些 从这儿往南三十公里 在路上随处可以看到很多象形山 其中有阴阳山 阴王山 还有仙人桥 所以呢 我决定现在顺着这条路 一路向南 从三门海向南 首先看到的是阴阳山 阳山海拔625米 相对高度171.9米 阴山在不远处遥遥相望 接着向南 是栩栩如生的阴王山 不远处就是仙人桥 仙人桥连接着两边的大山 小河和公路在桥下穿起 俨然像一座天然拱桥 桥桥下面 还剩有美丽的石中乳 青藤攀远 秀丽壮观 这里全部都是喀斯特地貌 究竟什么是喀斯特呀 我来之前做了功课 喀斯特呢 是前南斯拉夫 一个地名 Kast 音译过来的 专指熔岩地貌 熔岩地貌是指地层里的岩石 像这样 它是可以溶解于水的 在地下水亿万年的 熔石等轻石作用下 它长期形成了这样独特的地貌 虽然来之前啊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眼前的景象 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觉得这就是天地的造化 旅游小贴士 凤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在凤山旅游 只要你有一双懂得欣赏的眼睛 随处都可以见到 行神兼备的象形山 来凤山旅游 感觉就像是远离凡尘 进入了神代桃源一样 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儿的自然生态非常好 说到生态啊 今天我要拜访当地的一位姓罗的老人家 罗大爷在当地很有名 人称猴王 他究竟有什么样不同寻常的经历呢 看巴拉猴山往里走吧 罗大爷名叫罗启月 是凤山县的名人 罗启月之所以有名 原因就在于他身边的这些猴子 这些猴子可不是罗启月人工训养的 准确的说呀 这些猴子是罗启月的朋友 罗大爷今年69岁 近几十年前从县城退休 回到老家瞧音响 在平时锻炼的时候 罗大爷在附近的山上 偶尔会遇到几只野生的猴猴 这些猴猴既变可爱 罗启月 新生欢喜 就经常把随身带的食物喂给猴子吃 家里生上的一些零食啊 南瓜玉米啊 红薯啊 拿来 啊 给好吃吃 野生猴猴对环境要求非常高 有足够好的生态 和足够大的活动空间 猴猴才能在这里繁衍定居 近年来 凤山县实施 丰山育林政策 身材环境好了 野生的猴猴也越来越多 据统计 竟在附近 一百多个山头当中 生活着 五百多只野生猴猴 卢启月和野生猴猴交上了朋友 只要他一上山 就由野生猴猴围在他身边转来转去 时间一长 罗大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该发我们的生态旅游业 通过这种方式来之后 来带动周边警察的经济收益 他的想法就是通过让游客观赏猴猴 来带动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不过 要实现这个目的 就需要让来的游客能看到猴子 并且和猴子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 在和村民们上来之后 罗启月在山上修建出一块区域 专攻野生猴猴活动 村民们会定时在这里投放猴猴爱吃的食物 同时 罗启月和村民们共同遵守一条原则 那就是 猴猴愿意什么时间来就来 愿意什么时间离开 绝不阻拦 不干涉猴猴的任何活动自由 主要你不要伤害他 对的友好 要认为你对他没有什么 敌意的时候 他都时间久了 他都跟你就和好了 就是每天到猴子来的心情比较虚尚 像跟那个小朋友在一起 胡启月经常就坐在这样的小板凳上 看着眼前的猴子来来去去 就这样 人和猴子之间建立起了默契 成群结缀的猴子也习惯了来这里玩上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野生的猴猴 吸引了大批游客光顾这里 不过 外来人仍然要维护之前村民们和猴子建立起来的和平共处的默契 这里的猴子就给人一种更加亲近自然的感觉 在动物园里的他就没有这么亲近 只能是关在那个笼子里面 不能够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他们 俗话说 付出什么才有可能收获什么 人们付出了友善 也收获了野生女猴的信任 身处期间 在游客和猴子一起玩耍的时候 一份突如其来的感动 或许就会在心中生气 购买当地特产是旅游中的重要环节 那来到凤山 什么样的特产是值得买一些带回家的呢 这个东西要符合凤山的气质 惊人指点 我来到中亭香 听说这儿的山茶油特别的纯正 炸山茶油是一项古老的手工记忆 来到凤山庆的中亭香 不仅可以买到纯正的山茶油 还可以近距离看到手工压榨山茶油的全过程 在现代工业已经相当普及的今天 这绝对算是游客一份难得的体验 把山茶果采摘下来 经过炒制压碎 再放到大锅里蒸上一个小时左右 蒸好之后 用早已准备好的稻草包住并且固定好 手工榨油的环节相当繁复 几个环节下来 天色已经渐渐的暗了下 你这里有多种 这里有十多斤 十多斤能压住几斤油 这里有两斤半到三斤 准备工作做好就可以开始炸油了 这是一根完整的树干 把中间掏空就成了炸山茶油的主要设备 把包扎好的稻草包放到树干里面 一头用木丝堵住 木丝和树干之间的空隙 要逐个的塞进木条 木条塞的越多就越困难 最后还需要用到这样的木锤来砸 中间的稻草包不断的被压紧 山茶油也开始从树干底部预留好的小孔 领悟出来了 看了用最传染的方式来压榨山茶油 我发现它不仅是过程很繁琐 而且非常费力气 时间也很长 我们从天亮等到了天黑 大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能长了 可以长了 长一点 大姐说小口一点 它才大头 特别的清亮 清红色的 好香啊 大半天的纯手工操作 换来的是这一碗清亮的山茶油 或许您认为 这样的工序效率过于低下 但是在炸油过程中 时时传出的露锤的声音 与之紧紧呼应的口号 泥满的空气中的醇厚味道 以及这份可以触碰到的感动 完美的产生了手工业时代劳动的价值 这样的劳作过程和体验 是放弃还是保留 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大家思考 不过对于来凤山的旅游者来说 带这样一份特别的特产回家 那绝对是物有所值 旅游小贴士 山茶果浑身都是宝 这样把山茶油的油饼 还可以洗脸洗头 有一定的护肤美容作用 上天赐给凤山优越的自然条件 是对这里人们的厚爱 而我也从罗大爷和村民们的身上 看到了他们对于上天馈赠的感恩之心 而正是这种感恩之心 让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 也让凤山拥有了如此惊艳的山水 每一中国行生态相遵游 我们继继续出发 我们继续出发 原生态的凤山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特别是大批的候鸟人 如果您也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您可以在当地租村民的房子 可以短租也可以长租 在这里真正卸下压力 放松心情 感受自然的质朴和原汁原味的生活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白鸟眼里穿越时空 怎会有三天三夜的神奇经历 民间绝技上高山下湖海 神奇惊险不可自已 木炭烤箱中 大马美食中的不朽传奇